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因没想到食物的味道能差到这种程度 明明去云州的时候 这家铺子里的东西还勉强可以入口的 铺子转卖了吧 没有 我记得下厨的还是这个汉子 怪了 是不是那个陆大人他搞的鬼啊 他吃的不是也和我们一样 也对 四日上午打监时 听见暗卫们压低了声音在议论 温柔实在很想笑 只是抬起眼来 正对上暗卫首领那犀利的目光 他不禁又将笑意强忍了回去 板着脸与他对视了数秒 才低下头去继续数吃着碗里的米饭 都给我闭嘴 吵吵嚷嚷的 成什么体统 暗卫首领没在温柔脸上瞧出什么异样 回头就对着手下们低声吼了一句 就在这一瞬间 这家小十四的伙计 恰好端着一盘水煮青菜走了过来 趁着暗卫们不备 垂下一只手 将掩在宽大衣袖下的油纸包 从桌底悄悄递到了陆侧的手里 伙计动作的速度不快 但陆侧接东西的速度 却迅速的几乎让人瞧不清 带到那暗卫首领转过脸来 伙计正将菜盘端端正正的搁在了桌上 而陆侧则一脸淡漠的神情 夹了一块青菜 送入了温柔的碗里 暗卫首领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一样 目光接连在伙计和陆侧温柔的脸上扫过 却依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又见温柔微笑着往嘴里送那块青菜 不觉也生快一夹 尝了一口 结果闲得他立刻吐了出来 连喝了好几口水 才恼怒的一拍桌子站起来道 上路 当然没吃饱 但这食肆里的东西 温柔原本就没食欲吃 只是坐在那里 端着碗做个样子 听见要上路 大好似受了解脱一般 飞快地放下碗 就乖乖地往马车的方向走 上车之前 还能听见身后那群暗卫们 低声抱怨的话语 待到马车继续前行 温柔确信自己的说话声音 在这阵车轮滚动声里 不至于传到马车外头被人听见 才轻声问道 这些都是云大安排的 路测微微一正 随即明白温柔问的是什么 笑着点了点头 温柔侧着头想了想 原先他怀疑过 这些茶辽十字的掌柜 是不是都是路测的手下 但这种可能性实在不太大 没有一个人会无聊到 连路边的小店都安插人手 以备不时之需的地步 那么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了 只要给这些掌柜们塞点钱 让他们传递点东西 故意将饭做得难吃些 还是能够办到的 不禁笑道 云大真是够会捉弄人的 其实只要给你传递点吃的就行了 没必要让人把饭做得那么难吃 路测文言挑了挑眉 笑道 要不这样做 怎能显出他雪中送炭的弥足珍贵 这小子 续来欲会耍小心机了 这次轮到温柔正主了 他还真没想到过云大这样做的目的 不过恐怕除了路测说的之外 云大是厌恶这些暗卫捉走路测 才想小小的报复一下吧 果然有其主必有其仆 两人说话的时候 路测已然打开了那个油纸包 这次里面搁的是一些糯米团子 样子雪白小巧 恰恰适合一口一个 微柔尝了两个 滋味决然不同 一个是清甜的豆沙馅 另一个则是鲜香的猪肉馅 味道都还不错 起码对现在的他来说 算得上是美食了 他不禁边吃边赞道 很好吃 路测笑着忘了他道 你的手艺比这好太多 还会觉得好吃吗 当然会啊 温柔很邪恶地掰开一个糯米团子 见里面裹的是鱼肉馅 他不喜欢 于是悄悄地瞄了路测一眼 见他似乎没有看见的样子 抬手就将那糯米团子塞进了路测的嘴里 假装若无其事地接着道 美食很多时候是讲究心境的 有些小食摊上的东西并不怎么好吃 可是腰三喝六地聚着一群朋友 彼此争强着吃 那味道会比一个人坐在一桌精美菜药前 墨吃要好得多呢 饿了也是一样 吃什么都觉得味道不错 不过 他掰到一个枣泥县的糯米团子 轻咬了一口略顿了顿道 这两天打尖处的那些吃食 再饿 我也不想多尝的 路测脸上没动声色 默默吃着温柔撒给他的糯米团子 心里却觉得很甜蜜 这大概是温柔第一次 对他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 而且还十分自然 不由的 他不心话怒放 这心里一高兴 多少会有点醋侠心起 见他还在那里悄悄掰着糯米团子 忍不住到 怪不得你不爱吃鱼肉馅的 原来放凉了会有兴起 温柔默然抬眼 瞧见他眼眸里淡淡的笑意 立刻羞团起来 原来他留一套了呀 他还只当他没有在意呢 你这样看着我 路测的声音变得很低沉 听起来有种暧昧的意味 温柔还未反应过来 他的唇就已经贴了上来 这一刻 温柔的双眼 漠然睁得老大 直直地望进了 路测那微眯的眼眸中去 又引两人贴得实在太近 视线清晰了一瞬 瞬即 又模糊了起来 温柔 不知不觉 就闭上了眼 淡淡的薄荷香气 煞食将他包裹了起来 唇上有酥酥麻麻的感觉 一直顺着全身蔓延开来 路测像是在他身上点了一把火 使他的思绪也随之迷糊 仿佛做梦一般 半睡半醒的昏尘 但这昏尘中 又有说不出 是愉悦 还是羞涩的情绪 慢慢浮现 就在温柔 悲稳的迷糊 不知是要立刻抽身而退 还是将唇再往上贴一些 贴得更紧些才好之时 马车还在行驶中 车帘却被人猛然掀了起来 探尽一张 微流咨虚的脸 先连的暗卫首领 一时没有适应 马车内的暗淡光线 只觉得眼前黑了一瞬 淡淡他看清 面前这两人在做什么事 一种从未有过的尴尬感觉浮上了心头 不急思索 脱口就到 你们 穷 再穷 大穷啊 当温柔意识到有人窥见他和陆测的亲密接触时 一张脸立刻烧得滚烫 脑袋也下意识地就往后退 因而动作的幅度过大 马车里的空间又狭小 结果一头撞在了车壁上 直撞得两眼发昏 茫茫无措 小心些 陆测立刻拉过他 旁若无人地拿手在他的后脑勺上轻轻揉着 这时候 温柔的情绪就不只是羞窘了 简直就是孕怒 甚至还带了几分意犹未尽的懊恼 对那无意中打扰到他和陆测的安慰首领 十分厌恶起来 张口就到 看什么看 没见过人亲吻吗 呃 这句话完全是潜意识的产物 他说完之后 车内就禁忌的连呼吸声都可以听闻了 温柔 看看呆若目击的安慰首领 再看看憋着笑的陆测 只觉得数千只乌鸦 锅造着从眼前群飞而过 沮丧的 只想挠枪 天哪 形象全毁了 这样的话 像是他会说出来的吗 温柔正在欲哭无泪之时 就感觉陆测伸手将他搂得更紧了些 向那安慰首领道 你究竟还要看多久 这毕竟是一个封建年代 这安慰首领回到家 或是进了钩篮 关上门后做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面对面眼睁睁盯着别人亲热的情形 还真是破天荒头一回 其实他的窘迫程度还真没有比温柔低多少 只是一时愣住了 没想到要迅速退离 被陆测这一问更是尴尬 只能假装不经意的 你们继续 直到我没有看见 话一说完 车帘放下 他立刻消失在温柔和路侧的眼前 呆愣愣的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突然想不起 自己方才为什么要去掀车帘了 只是皱着眉头 出声凝响 车内只剩两个人时 气氛就更是暧昧和尴尬了 或者说温柔自觉如此 方才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他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此刻也不知道要对陆测说什么才好 只能低下头去搓揉着自己的衣角 确定陆测带笑道 好险 差点被发现偷藏吃食 看来日后还是要小心点为妙 一句话 解了温柔大半的尴尬 再想起那安慰首领的尴尬和慌张 他又觉得好笑起来 心情也随之变得轻快 但陆测接下来的话 却令他差点跌到车座底下去 他说 我又想吃糯米团子了 为了不被人发现 我们再来一次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言情小说 红杏谢春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赶了两天的路 除了吃喝拉撒外 陆测和温柔一直斗在马车上 连睡觉都是不能安稳的 温柔撑不住时 陆测还会自愿当作枕头 关切地劝他 拳着身子睡一会儿 但他便只能将坐着 闭目假眉 劝坐休息 时间久了 两人都十分疲惫 陆测看上去还好 只是日渐柔和的目光里 带上了两分倦意 温柔就有点吃不消了 觉得浑身上下 没有一处不是酸痛的 但为了避免路侧担心 还是咬牙忍着 从来不发出一声抱怨 远昌城离云州不远 原本温柔盘算着 这些暗卫们颠在马上 其实没比他们舒服多少 到时总会进城歇息一下 吃点东西吧 运气好的话 他也许还能要点热水 清洗一下身体 谁想天不从人愿 温柔半掀着车帘 眼睁睁地望着 袁昌城的城门出现在眼前 最后又彻底消失 马车连停顿都不带停的 继续前行 这些人都是铁打的吗 温柔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失望到 鲁策淡淡笑道 你以为宫里的暗卫是好当的吗 他们常年都有圣命在身 不是在外头奔波 就是夜深人静时 还得潜伏在风凉路中的暗处 能吃上饭 睡上觉都算是不错的了 温柔绕有欣慰地道 这样的日子 他们怎吃得消呀 总有轮替的 累上三五日就能休息一阵 要不铁打的人也吃不消的 陆测 微眯着眼道 不过 听说宫里的暗卫 隔不到五年 就得替换掉一批 温柔文言 身子微颤 哑然失声道 你是说 他们 只能活五年 陆测迟疑了一下 点了点头道 大多数人 都只能活上五年 或是终伤不治 或是疲惫过度 甚至 被灭口吗 温柔轻声问道 她看过不少小说和电视 知道这种掌握大量绝密信息的人 都是活不长的 是 陆测无奈地点了点头道 对比之下 那些因身体受损 卧床难起 而被替换掉的暗卫 已算是走运了 起码能得个善终 不过 这么多暗卫里 总有几个能混出头的 被圣上调牌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日后 必定身受重用 前程不可限量 温柔听后 沉默半赏方道 看来 他们也是蛮可怜的 陆测 微一扬眉道 这种隐在暗处的势力 在朝廷官员的眼里 是很可恶的 温柔点了点头 最后道 那派他们 去做这种事的皇帝老头 不是更可恶 话说到一半 他才想起自己失言了 这个年头 哪有人敢对皇帝不敬啊 只是 说出去的话 就如同泼出去的水 再想收回 都已然晚了 他看看路测 那薇亚的目光 投射过来 灵机一动 想起从前看过的一个笑话 连忙便解道 那个 圣上是万岁 自然很老 又是文武百官 黎民百姓的主宰 自然就是头 老头 我没有不敬啊 这一番话 解释的很是机巧 但路测 仍是笑盈盈的 看着他道 那 更可恶 这三字 做和解 冷啊 这个温柔 实在无法自圆其说了 只好 低着头 漠然无言 他不是担心路测 听见他骂皇帝 会去揭发 他只是害怕 路测 会不会问他 为何如此大胆 因为 尊君的观念 是深深烙印在古人心里的 一个平头百姓 哪有胆子 说这种 对皇帝不以为然的话 如果 他问了 唉 真不想撒谎呢 温柔正苦恼 却听路测 淡淡道 其实 我祖父当年 就是暗卫出身 啊 温柔吃惊之急 漠然睁大了眼睛 这么吃惊做什么 路测 微微一笑道 若不是 有这层缘故 你当外头那些暗卫们 对我 还能如此客气吗 这 这也算客气 温柔承认 身为侵犯 没有枷锁在身 能乘坐马车 也算是不错了 可是 路测本为朝廷命官 没被皇帝定罪之前 受这种待遇也不为过 那算得上客气 那时你 没见过他们 不客气的样子 路测说着 轻叹一声 垂下眼道 曾为暗卫的身份 是我祖父这一生里 唯一能被人诟病的地方 温柔能想得到 大概在世人眼里 这种暗卫的身份 就如同 他那个世界里 历史上 记载的明朝锦衣卫吧 是所有人 都唯恐避之不及的 于是点了点头 颇为理解的 望了路测一眼 难得路测弹性大发 将他祖父 当年如何成为朝廷暗卫 又如何当上将军之事 慢慢说了出来 不得不说 路沉舟的一生 简直就像一个传奇 温柔听得 十分入神 在路上颠簸的无聊 而又缓慢的时光 也因此 变得适宜了一些 极致傍晚车停 温柔在看见 暗卫首领那张脸时 也觉得 不是特别讨厌了 下车时 甚至对着他 微微一笑 叫得那暗卫头领 一头雾水 反瞪了他一眼 粗声道 下来 今儿夜里 在这林子里歇一阵 不敢路了 林子 温柔急忙跳下车 在脚踏实地的 微微眩晕感之后 环顾四周 发现此处 真的是一片 颇为茂密的树林 在这太阳 逐渐吸尘的时分 一阵林中特有的凉意 吸人而来 不禁打了 勘颤道 那我们 夜里吃什么 暗卫首领 此刻已转身走开 冷冷丢下一句话道 找到什么 吃什么 温柔虽然有些失望 今天夜里 云淡那急救粮 无法再送来 但也按捺不住 有点小小的兴奋 毕竟在马车上 颠簸久了 很渴望 能在空旷的实地上 舒展一下筋骨 何况树林里 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 各种野菜野味 若是调理起来 实在比这两天 打尖时吃的东西 要美味上数倍 于是随遇而安地 扭动了一下 胀色的脚踝 让自己的血液 流通舒畅一些 这时 路侧站在他的身边 笑望着他道 要不去附近走走 可以吗 温柔偷眼瞟了一下 站在不远处 指挥着其他 暗卫的暗卫首领 脸上露出了 渴望的神情 试试看吧 路侧说着 就往那暗卫首领身边走去 温柔远远地望着他们 见路侧背对着他 与那暗卫首领 说了两句话 起初他只是摇头 后来 路侧似乎是 递了一样东西给他 他看后犹豫了一下 终于点了点头 于是温柔 欢喜地朝他们那边走去 刚巧听见暗卫首领道 给你们小半个时辰 不许走远 成情 路侧拱了拱手 很自然地就牵住了 走到他身旁的温柔的手 往林子里走去 温柔强压下心里的好奇 直带到附近再也看不到 一个暗卫时 才悄悄问道 你对他说了什么 他怎肯让我们自由行动 还连一个安慰都没派他跟着 不怕我们逃跑吗 路侧弯腰从地上拾起一枚小石子 微微笑道 我只是将中午吃剩的两只糯米团子 送给了他 他就答应了 糯米团子 想到这个 温柔不觉就想起了那个亲吻 脸色一红 不过他也算是聪明之人 一点极透 立刻明白路侧那样做的含义 他是在坦然告诉那个暗卫首领 他若是想逃 这一路上早就有无数的机会了 无论是在吃食里下点毒 还是纠集一些人手劫车 都是轻而易举 你不逃 是怕连累家里吗 温柔低下头 十分歉疚 说到底 这一切都是他害的 路侧摇摇头道 若是圣上想治我家的罪 拿这个罪名来处置 实在不够分量 那你还是找个机会走吧 别管我 温柔连忙道 就算要带你一起逃 也没什么 路侧微微一笑道 只是这件事迟早是要解决的 何必提心吊胆 东躲西藏 不如乘此机会了结了吧 说到这里 路侧 瞟了温柔一眼 见他再默默点头 不禁 促侠心又起 撞死不经意地将语调脱长道 再说 什么 温柔果然上当 路侧脸上笑意更深 我还想让咱们的孩子将来光明正大的做人呢 温柔温言 面上笑容一浆 顿时窘了 听众朋友 您刚刚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鸿杏谢春光 作者 何枣 演播 柳沁尔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